以上で終わります 这本怎么买 这本就是我们整个 台湾民政府的国际法律论 我们要了解我们整个台湾的地位 以及未来要怎么回来的国际地位政策 就是这本里面的论论少了很清楚 这本里面有很多的资料 是美学长他在研究国际法律的时候 很多资料收集起来 包含外文更好的 外语能力比较好的 这本台湾最终地位第三次 这本就是我们去各美国 一些法律 法定上面的一个英文资料 英文很好的可以来研究这本 美国有给我们一些基密资料 最高机密 这种印起来梦梦 这种的就是他给我们的基密资料 我们达很多 美学长这种资料 做立228的律师团去到美国 我们民政府大概是这样 开始 今天来上课 改读改读改读 改读改读 今天要订这个题目 是因为 经过六十九年 经过六十九年 市民贡团 就是这个流氓贡团 跟我们生怒到今天 我们已经中毒了 中毒很青 我们要先来改修商的栋 修商的栋 修商的栋 改革我们看 国际的新闻 以及我们现在社会 发生什么事情 是怎么台湾今天 会变得变成这样 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不然我们都在政治联合里面 在当世 什么叫政治联合 政治联合 不是民政府发明出来的 一个新的名书 是在监管书里面 这个 国际欢仪 跟我们监管说 我们再加在政治联合里面 什么是政治联合 我待会来 大家解释 六十九年就是这个时间 一九十五年到今天 这叫六十九年 我们的世大人 如果是这个 一九十五年以前出席的 就很清楚 这个历史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 我们如果没有 跟选的人 我们受到国民党 告语到今天 又茫茫茫茫 不知道自己身份的人 我们就不知道 这个六十九年 到底发生什么历史 我们俗称三省紛云 历史 什么人把我们建造大 日本 好 来 我们来看这个历史 有些历史 我们来看这个历史 不然我們怎麼跟妳說 妳說妳知道 那整個在照美鳳凰河 不知道 那些小孩都不知道 妳以前住在台南 對 台南 是啊 三個 三個 所以妳的印象就是 基本人家給我們照顧班 對 這是我們美鳳凰的 對 那一陣日本 哪一陣日本館 對啊 那一陣日本館 哪一陣中國來的 中國來嗎 中國要來的啊 那一陣後來 中國不來啊 那一陣日本館要回來 我還知道 那一陣四位 好 新標 我再問大家一次 什麼人跟我們照顧班 日本啊 美國 這個阿伯為什麼說日本 對這個問題啦 這個問題啦 我跟阿伯說的話 叫起來 兩歲美鳳凰河 日本啊 日本空襲台灣 過年放跑妳會拿回去妳家的房間放嗎 不會 不會嘛 放跑妳就在外面放嘛 比較有可能 牽著大牽著自己管的土地 台灣人在六十九年的 因為生鬧到現在已經邏輯錯亂了 自己的身份已經忘記了 我們才有移民 我們的阿公阿嬤 阿祖 他們就外在家 一直跟生團到我們這代 父子 孫子都外在這個土地 我們如果沒有移民 為什麼我們的國籍不去 為什麼我們的國籍變形了 生鬧 生得很激烈 今天這個科要跟大家 頭部裡面 跟中國有關的 叫出來 搞得回來 我們接回去我們的 無國 接回去我們的金 中華民國加台灣 經過六十九年的生鬧怎麼變這樣 這很嚴重 大家看這個 好像沒有社會 最責任的問題 我們的認知 我們認知問題 我們認知出現的問題 我們看事情的認知出現的問題 台灣人 什麼叫台灣人 就是在嘴裡都說台灣人 你們大家什麼人 台灣人 都是去嘴裡說台灣人 其實我們的頭部裡面 都在中國人 都在中國人的屬性 有一個特殊在裡面 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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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複製人的意思 複製 他自己複製 複製 複製他的文化思想 在我們身上 在我們的下一代 在我們的下一代 我外公94歲 他就是日本籍 因為他外公 那個時代 他就是日本國籍 他如果要出國 他就是要拿日本國籍 這個越嚴重 教官 老母這代 他算變中國籍 大家真的沒有發覺 什麼問題 我們不是移民 我們也不是因為 割領割給中國 我們也沒有這些事情 今天變成這樣 中毒的現象 我們頭部裡面 如果有中國師匠 中毒的現象 就會這樣 拿這個車輪牌的鼓勵 說我愛台灣 那不惜 拿這個面子 把他動作是台灣 還全世界 各國 一些不了解歷史 不了解人 最大的人 都說 台灣就是這個最頂 這就是國民黨 什麼國民黨 那台灣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 這種現象 你們都說得對 世界各國 都會 挺 挺台灣 我們已經把這個外來的東西 動作我們自己的 最頂的這個 國旗 我們的林地出問題 我們已經不記得 我們過去的那段歷史了 這也是 去外國加油 都拿這支 很愛台灣 為台灣對加油 是這個最明天的根本 就不這樣說 明天 如果好康 他就說中華民國 如果不好康 他就說台灣 你注意看明天的現象 黨國交易是哪一黨 哪一黨 國民黨 那國哪一國 他要看中華民國 他幫我們交易 他的精髓 就是這兩億 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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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濃縮下去 白菜再濃縮下去 變成這樣 很好 好 最后两次喝的 好 好 好 台湾人还看不出来 天在渴了我们看不出来 来 要怎么骗呢 他们来的时候我们要问 你不是国家 我有国家呢 你如果看这个网站 网站哪怕全球其次 其实我们谷歌 谷歌把它打开 谷歌打开 我展出给你看看 你们少年人35岁以后 少年人会用智慧型手机 你现在有连线的 直接你就可以查 打全球其次 关键字 你搜寻引擎你就有关键字 全球其次 好 这个 点下去 你就能看 中华民国国旗 他就说中华民国国旗 民国十年启用 实质上它有典故的 其实原本的中华民国国旗 不是这支 你往下拉 快速一点 看到图就好了 这档旗 这跟美国很好 都有这种尺寸的 来 这支 原本的中华民国国旗 是这个 五族共和 五色旗 正正港港 中华民国国旗 是这支 再往下拉 我们看到 他的军旗 这个 你看上面这个 这陆军旗 这边应该有看过 还是什么 国庆阅兵的时候 你有看过 这支 海军旗 拿一支海军旗 拿来做国旗 改做国旗 大家全台湾人 方便去这边 效忠这个国家 而且这个国家 出去都不能说 他是中华民国 要跟人说 他是中华台北 到台湾的时候 就说 我们是中华民国 汉座不良力 我们是汉 他们是座 你是汉 你太早 人家是座的 汉太早来台湾 好 我们这个金条 再来 没有台湾的假宪法 大家知道 中华民国的宪法 没有台湾 故有疆域 没有台湾 不是台湾 中国 他这个宪法 正前五五县县 固有疆域 在这里 没有台湾 要变 如果说 台湾是 自古以来 中国神圣 不可分割的领土 他变这样说 你要问 你要问 你要望过 他要走出去 望过也是自古以来 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他要走出去 大家看这支 这个邮票 这个邮票是美国 150周年庆 开国纪念 他那时 跟这个中华民国 好朋友 所以 他印邮票 我美国 你 中华民国 我们好朋友 我印邮票 就让你去买 你去 借祝我的生日 好朋友是这样 你注意看 这里 美国 钞票公司 那时 中华民国 我们说 他的技术 科技 又没有材料 印钞票 跟邮票 他的文明 没那么高 你看这个里面 台湾跟他不一样 对不对 这是什么时候 1920年 台湾不是中国的 也不是中华民国的 你看这个旗 有人说 你看 中华民国比较高 美国比较低 所以美国是小的 不是 美国的旗在头前 因为这平面的 中华民国的旗在后面 那个是一个立体的概念 你上网找就好了 这个 美国开国 150年纪念邮票 你上网 Google找就可以了 海牙地施工 约有说 合法的政府 权力落入占领者中 占领者应该 确保公共秩序 安全并排除 万不得已 应尊重当地现行的法律 当地现行的法律 在1945年的时候 我们台湾就有现行的法律了 但是他把他所有的东西都搬过来 套用在台湾身上 台湾原来实行的法律完全不用 没有汉贼不良力 汉贼不良力算是 借的 他是汉 他说他是汉对不对 我们来看 谁是汉 下面人退出联合国 有人知道 你要看这个 联合国的一个决议 这边有写 然后决定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利 承认他的政府代表 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 并立即把旧的代表 从他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一切机构中 非法占据的行为上驱逐出去 非法 更是座 这个非法在说什么人 就是这个旧的代表 他们更是座 所以中国他们在说话 很有爱用羞耻学 羞耻学就是 不好的事情 说到 好像不妙不妙 说到变好的 过年陪他撒伏的 就是睡睡平安 了解 他说话就收到很漂亮 你听什么很妙 有文学 就是这样 来看原文 这什么 ASPEL Forthways 这个驱逐利己 叫什么 Junkai Shed 就是这 来 我们来看 197年台湾特出联合国 为了重返联合国 我们主张公投入联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对不对 对不对 你觉得对了 请举手 你觉得这样的说法不对 好 没有举手的是 不知道 不知道 来不及反应 这个问题怎么解 刚刚有说对的 有说不对的吗 为什么不对 我每一个题目都是在帮助大家把思想里面的东西 错 中华民国 退出联合国 所以不是台湾 这个就是重点 因为在1971年的时候 刚刚不是有看 退出的 退出的 是蒋介石代表 不是中华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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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代表 政府代表 那今天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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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直强调 台湾等于中华民国 对 可是中华民国在国外的认知 ROC 就是China PROC 也是China 因为在联合国里面 它的名字叫China 只是现在它的合法代表 是 这一个 在席次上的那个代表是 这个 本来是这个 那变成这个 在1971年的时候 是这个代表被退出的 所以 在英文上来说 它叫做China 可是实际上 对欧美人士 不管你解释是 中华民国 或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非共和国 都没关系 对它来说 就是China 只是联合国 现在承认的合法代表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那个政府 既然1971年 退出的不是台湾 表示 台湾未曾加入联合国 对不对 台湾没有加入 干嘛退出 没有退出 干嘛重返 没有 这个都没有 主张公投入联 是在主张什么外国 这整个论述跟推理 就已经有问题了 立基点前提就错误了 所以现在一个人 要求台独公投要注意 要注意 我待会跟大家说 台独是什么东西 违法的假戒严呢 这个时间点戒严 这个时间点戒严 在台湾占领全境 包含台湾本岛 澎湖群岛及其他附属岛屿 实施戒严 战争法规定 军事政府所辖的领土 被视为外国 是外国 结果呢 发生什么事 戒严是什么 戒严就是在你自己的国土 你自己国家的领土内 实施的一种紧急状态 国家紧急状态 比方说 美国 卡锤那 飓风 那个地区 灾区 戒严 宵禁 几点以后不能出来 因为旧灾 你不可能让人出来垃圾 还是战争 重大事件 那个就是戒严 在那个地区实施戒严 就是在自己的领土 国土上 既然军事政府所辖的领土 是视为外国 你怎么会占领别人国家的领土 然后再实施别人领土的戒严 这就是违反国际法 简单讲 美国占领伊拉克 然后他在伊拉克实施戒严 他表示什么 他向国际宣誓说 这个是我的国土 佔领完之后 伊拉克就变成美国的一州了 有成效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戒严 是一种紧急状态 军事占领也是一种紧急状态 只不过军事占领是因为战争之后产生的 战争之后产生的 人家用骗去这边 同样 禁止强迫被占领地居民向敌国宣誓效忠 我们被谁占领 被中华民国军事政权 蒋介石的代表军事占领 他把我们占领 叫我们去 用他效忠 有没有 效忠什么领袖 三民主义 怎么叫中国 就是都说这个 美国去到伊拉克选拔的时候 要不要够穿伊拉克的人 说我给你 你来做我的兵 违法 够的首都 中华民国死了 首都在南京 对不对 这新闻说的 有错吧 中华民国的首都在南京 这有美国 首都在南京 他告诉我们 在台北 什么意思 一个政府 他的首都在南京 然后他现在不在南京 离家出走了 小朋友 小朋友离家出走 就叫做流浪 政府离家出走 就是流亡 就是这样 中国人还有一个 真 壞的习惯 就是 他们的政权 更替的时候 前朝做的东西 全部摧毁 完全否认 所以 中华民国的首都在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政府就不会在南京 在哪里 对 中华民国来到台湾的时候 中国人也是照着这个习信 把我们所有过去 我们的 先拜 我们的使徒人 他们所建设这些东西 都破坏 都破坏 这就是 我刚才的提问 中华民国就是流亡政府 这个就是 Chinese Taipei原文的意思 如果不信 你可以问你的英文老师 Chinese Taipei是什么意思 在这个地方 鬼岛 人家说台湾不是宝岛 现在变鬼岛 Chinese Taipei 你问老师 会鬼岛强出现什么问题 老师Chinese Taipei 是什么意思 Chinese Taipei那么简单 你不懂 Chinese Taipei 就是中华台北的意思 你再问他 什么是中华台北 就跟你解释了 中华台北就是 Chinese Taipei 这就是鬼岛强逻辑 我带一个朋友来 你说 我介绍你食材 他说这是什么人 这个厄长 他们兄弟 那个人不是厄长 厄长是什么人 就是这个人 他们小弟 就是这种鬼岛强逻辑 Chinese Taipei就是这样 Chinese government in exile in Taipei 中国政府流亡在台北 就是这样子 或者是Chinese government exile 流亡 过去流亡 在台北 中国民国是用来骗台湾人的啦 再来 我们来跟台独的独 过去 爱台湾的心 真烈情 我自己本身也是 我自己本身也是 好 放下来 台独是什么独 台独 其实 我们根本 过去 我们很厉害 我们不知道在支持什么 台独 台独 我们要把它分析下去 你就知道台独是什么 占领 国际法 占领不得移转主权 占领如果移转主权 就会造成混乱 也就是说 我两军战争之后 我占领了一块地 那一块地不能变成是我的国土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会形成侵略 形成侵略 流亡政府 是中华民国 蔡英文共 中华民国就是台湾 也是蔡英文共 我才对我说 如果台湾就是中华民国的时候 在联合国的席次内 那个叫China 中国有一种思维 台湾统一了 你就进联合国了 你干嘛争取加入联合国 台湾跟中国统一 就进入联合国 我们一直在强调我们就是中华民国 我不跟你说 China对美国 后面的人来说都同样 但是你要解析中华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有什么不同 对他们来说无意义 在他们的任地里 中华就是一个 叫做一中政策 我们一直强调 我们是中华民国 这样就是了 因为中华民国就是中国 流亡政府等于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等于台湾 就是变成流亡政府等于台湾 这样对吗 这种的陈述对吗 不可能对 不对 流亡政府所以变台湾 两回泰国跟多南少华 泰国一个流亡政府来台湾 所以变成泰国流亡政府也变台湾 因为他简称泰 我们台湾也是台 台湾 变成这样 林策做老爺 台湾人林立出出的问题 我们这些 过去我们本土派的 这些政敌任务 林策做老爺的事項 就是在这里 中流亡政府都做自己的政府 策就是流亡政府 林策做老爺的政府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打开那个前途决议文 这是民进党应该你的前途决议文 我不是民进党完 我只是过去 政治狂热 有投票馆的时候 一直到我还没参与 我最后一次投票是投票小英 最后一次投票 我有投票馆到最后一次投票 我都投票我们说的烈贏 我们往下看第18页 往下看这一段 第三段 来看这 前途决议文 他们自己定义 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依目前宪法称为中华民国 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依目前宪法称为中华民国 台湾固然依目前宪法称为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等于台湾就是这 他们的根据就是在这里 如果我不相信我找这个资料 你的关键字你寄起来 前途决议文自己上网去找 找到的东西是一样的 好这个我们关掉 所以这些人跟我们说他代表台湾 会是一种主流声音 台湾不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不是台湾 这个观念你如果清楚了 很多问题就一直连续改革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首相中华是中华在这里 雄王健康不是台湾的政府 所以首相的解读开始了 請我们用中国 不能用台禄 因为你用台禄就会变成 他们是台禄 我们是外党 或是我们台湾到他们中国台禄 要同一国 请中国人不能说多生人 不知道是怎样 我说我本生 我说你多生 你一生我一生 你冠冬我台湾 你三冬我台湾 你四川我台湾 什么意思 你一生我一生 我们有同一个国 你叫什么国 中国 你如果再说多生多生 我们就是 躺在中国的框架里面 我们在这个框架里面 在思想 在喝在吃在睡在住 在里面在控制 我要独立 请用社团不能用民国 有没有 有没有 有人问你几年厨的 有 有 几年厨 我六十年厨 民国六十年厨 我五十年厨 民国 中华民国 五十年 年厨的观念 就是中华民国 有没有 现在还有一些八十年厨 大人 你如果问他几年厨 他如果硬说民国几年厨 就是 这个苏绣就已经灌在里面了 他如果跟你说 我是不知道我几年厨 我是交和几年 这样 他会更清楚 他会更清楚 我们在林董一中的政策 有同意吗 有 有 感觉丟致丟致的 不敢林董 有 我们去手一下吗 不 有人去手 不够 林董一中政策 一中的定义就是这个 没问题 全世界都同样 你会怕对不对 怕这个 林董一中会怕那种通义吗 林董一中 会怕那种通义的关系是什么 就是怕我们的那种通义 我要问 再问问题 再问我更清楚 这个烂是什么人 本土台湾人 我们把问题再打回来想 林董一中会怕那种通义 美国生林一中 敢会怕那种通义 不 日本生林一中 敢会怕那种通义 不 非律宾人林董一中 敢会怕 非律宾人的那种通义 不 台湾人林董一中 是怎么会怕那种通义 发生什么问题 在这里 问题在这里 我们头下来的策略 我们是中法民国人 我们已经习惯了 我们身份上 提出的也是中法民国国民 前一提出的也是中法民国 护照提出的也是中法民国 没有一张文章 可以证明理事本土台湾人 没有 今天我们要办这个新闻 就是要把你拆盖盖 对中法民国 这个人在这里 叫出来 是这个问题 台湾的学生 要怎么证明他是台湾的学生 对 学生证嘛 他去看电影 学生票 有人要求他释出学生证 合不合理 合理吧 然后他就跟卖票的人说 你看了我脸那么年轻 你不知道我是大学生吗 我一定要秀出学生证吗 身份证可不可以 不行嘛 身份证不能证明你是学生嘛 学生证才能证明你是学生嘛 今天在讲说 台湾人这个身份证的东西 这个证明的文件 是指这个意思 在法律上的定义 1945年 1945年到现在 一起9月2号到现在 那个时候日本籍的本土台湾人 以及他的后代的我们 才被定义为本土台湾人 国际法是在讲法律的 不是在讲感觉的 什么叫感觉你知道吗 这边有没有高雄来的 有没有高雄人 我也是高雄人 有感觉有没有 有感觉有没有 这种叫感情的 感情的灵动 所以很多人来到这里 住了20年 他也说他是台湾人 那不是 感情的 他也学台湾学得很好 但是就有一个人 来到这里69年了 台湾又说不好 选择的时候 选择两句话说 大家好 我也是台湾人 这样大家就 评到台湾了 这种叫做感情 我们今天在讲的是法律 更亲密的问题 来 学生 台大的学生 如果学生证遗失了呢 他的身份会失效吗 有一个人说他绿卡遗失了 身份失效 你驾照遗失了 你拥有驾照 就证明你有驾驶能力 那你的驾驶能力 会是遗失吗 你的驾驶的身份 这个身份会失效吗 不会 中华民国不等于台湾 这个一定要建立起来 这个观念要很清楚 牢固的建立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可以脱离了 来 统独思想来源 统独思想怎么来的 大家知道吗 介绍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时间 有一群人 来到台湾 武装难民 因为他拿了武器 他是军队 军团 全部都自愿来的吗 不是吧 有的是被抓来的吧 有的是逃难 逃避共产党的追杀来的 不得已 有的是来这边 开始 可以暂时斜缓 然后当个官 享清福 有愿意跟不愿意的嘛 就会有两票人 国共一家亲 就是我是 中国人 我是共产党 或我是国民党 都没有关系 我的终极目标就是统一 这个就是国共一家亲的 这一群人 那被共产党追杀的人 这群人里面 被追杀的人 他仇恨共产党 知道共产党对他们很残忍 他们也不想要回去 这种仇恨的思想 贯注在国民教育里面 贯注到我们下一代 到现在我们身上 让我们知道 亲身知道 原来共产党是非常邪恶 非常的恐怖的 仇恨的这群人 就会想要独立 国共一家亲的人 会想要回去统一 仇恨的是中国人 仇恨共产党的是中国人 喜欢回去的也是中国人 他们这一票人来台湾 要不要团结 这边是他国的领土 我们对他们来说 是外国人 他们对我们来说也是外国人 我现在不是在说什么种族歧视 我现在不是在说一些历史片段的 真实性的状况 因为我也有亲戚 就是这一群人的后代 当然将来执政我也不是说 你们就给我退回去 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在办理这个政 那个身份证的时候 就是你任党要住在台湾的人 你就扮这张 他后就是没有扮这张的人 都被示威外国人 就是这样 所以仇恨 国共都是中国人 他们要团结 中国人最痛恨日本人 对不对 我们的是大人就是日本人 当然最痛恨我们 228他们杀谁 228中国人杀谁 杀日本人的我们的祖先 今天在说我们是日本人 不是在讲DNA 在讲血缘 不是你是日本族群 不是在讲这个 在讲我们是日本人的意思 是在讲 在阿公阿嬷的那个时代 他们就是日本国籍国籍 国籍 他就是那个籍 我有朋友住小孩 移民美国 他家的公民 他叫做美国人 虽然我是不来 知道他小孩到我做的大人 他是台湾人出生的 但是他现在是美国人 清楚 我们在讲的是国籍 不是 有的人说 参加民政府 你要去做日本人 不是那个意思 是在说我们在法律 上面的国籍是日本 台日本 过去那是台日本 中国人他最仇恨日本人 所以228就是把我们都当死的日本人杀掉 就是这样 因为中华民国流亡政府 代理美国占领 掌控台湾资源 国共对立的时候 美国占领台湾保护的中国人 修持血就来了 他就说 若不是我们退到台湾 台湾早就被中共拿走了 对不对 刚才不是说非法当兵 叫我们去当炮灰 那到底是谁在保护谁 其实是美国占领台湾的关系 在保护台湾 美国才要武力保护台湾 他们来的时候顺便保护他们 是这样子 823炮战 单打双不打 哪有战争可以单打双不打的 就是我拍拍的 你去睡一下 你拍拍的 我去睡一下 摔角才是这样 对不对 摔角是真的还是假的 假的 你上去给他K一拳看看 真的是因为他真打 假的是因为我们认为打就要打到死 可是那是一种表演比赛 不是真假就可以这样子分辨的 单打双不打就是这样 所有的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来到台湾之后 所有的战争都没有一颗飞弹子弹落到台澎的领土上 对不对 都是在金门马祖打 为什么 你自己家里随便乱打谁管你 可是这块是美国占领的 你打来看看 上次总统选举不是有打亚旦 打到海里 你打进来看看 不是说沿海部署了2000多颗飞弹吗 大家知道这个新闻吧 我们不觉得很奇怪 2000多颗飞弹 台湾区这个军力强大到要2000多颗飞弹才可以打得下来 台湾的国力很强 到底他在防谁 防背后那只老虎 虎夹虎威嘛 中华民国就是那只虎 他抓那只老虎去到森林公 你看全部森林的人都怕我 其实是因为那只老虎 因为国共对立美国保护了中国人 和解他就没有留在台湾的理由了 什么看出他和解 签合约 签那个ECFA 他们要通商 可以直通 他们不再对立了 但是这个台湾人都看不出来 现在台湾人急着反ECFA 就是在反 就是因为过去那种仇恨的读书在里面 仇恨就是独立 我刚才说了 中国人仇恨就是独立 想要独立 国共想要统一 就是国共一家亲的想要统一 因为台湾人被占领统治了69年 很讨厌统一 所以台湾人很讨厌统一的这一群人 刚好跟中国人想要独立的这一群人 合并在一起变成独派了 所以独派里面有所谓的中国人的后代 可以很清楚看见 我们是因为很讨厌中国 不惜的要给我们统一 所以我们变成支持独立 但是支持独立会有更严重的问题 统独的前提就是一个共同国家的概念 对不对 统就是要回到一个 本来分裂的两个政治实体 合并成为一个国家 一个共同的概念 独也是 来 独就是这样子 从一个国家而出 统就是合并回一个国家 台湾人现在有三种 第一种想要与中国统一的 第二种台湾自中国独立而出的 第三种就是想要回归国际法正常化 我们要国际正常化 就是这样 你们是哪一种 我们只要暂照国际法 慢慢慢慢慢慢的回来 我们应当拥有的国际地位 就可以了 台湾民政府不支持台独 反对台独 台独没有路线 不可能 No way No way的意思就是 它没有一个国际可遵循的惯例 国际法的路线可以走到台独 No way也有一个就是此路不通 你没办法走 台湾人自己想像的独立 是今天还是昨天有发布 民政府的官网有发布一篇文章 独立一群想要让流亡政权 就地合法化的三种可能性 今天会讲到公投 不喜得会公投 经过一百万人办理身份证 国籍宣誓等等 成立国民议会 拟定宪法 要自宪要创宪 这个就是成立临时政府 举行台湾住民自决公投 这样就可以独立了 一百万人 这个其实高雄市就可以来做了 不是吗 可以吧 高雄市民全部的人办一张 高雄市 不是高雄市 高雄共和国身份证 高雄就独立了 因为高雄本来就有议会了 再做一个高雄的市议会就改成 高雄共和国国民议会 然后宣制高雄的主权属于高雄人的 制定高雄宪法草案 高雄本来就有市政府了 就改成高雄临时政府 举行公投高雄独立 就可以独立了 高雄可以这样做 台南可以这样做 台中可以这样做 台北可以这样做 台湾就好几十个国 然后我们在台南投中心设立一个联合国 行政中心 就可以了 不行吗 试试看嘛 比较快啊 高雄比较快 公投路线两种 第二种 全民公投 台湾主权已经独立了 独立又要公投什么 你已经独立了 你要公投什么东西 公投统一吗 公投法还要经过 中华民国立法通过呢 不觉得荒谬吗 我们想要独立公投 这个法案还要经过 现在占领我们这个流亡政府 让他通过 他是会通过的吗 他不会通过 他也没法通过 他也不能通过 这就是什么 13人否定12万人的荒谬句 这就是什么 驳回公投 驳回公投 公投法案审核是少数人 有权利的人在审核的 修宪 修宪 这就是就地合法 修宪 台湾已经实施 实质独立 取得 经由修宪取得法理独立 建立台湾共和国 修谁的宪法 对啊 这样子 中华民国的宪法可以修成台湾 任何宪法都可以修成台湾 不是吗 为什么不拿日本宪法来修 就是他已经承认中华民国是他的政府了 这个还是在原点 中华民国等于台湾的原点 为什么不中华民国宪法 你把他修成台湾 你为什么不把他修成美国或日本呢 不是更好 是不是 美国的一组 台湾组 这实在是有个好丑 美国占领台湾 台湾人开箱的钱 学英语 结果英语更差 很厉害耶 游王政权就地合法路线来 经过公投10万人连署过门槛 公投成为像瑞士的中立国 中立国挺好的对不对 中立国全民皆兵耶 大家知道吗 来 这个UN的网站 如果你上去找 联合国的网站上去找 你去找那个S 这里Sweizerland 放大给大家看 Sweizerland 2002年他加入联合国 瑞士不是什么中立国 他已经加入联合国了 中立国都加入联合国了 你还要想要变成中立国 中立表示什么意思 表示人家不能打理吗 不可能 瑞士都加入联合国了 这种也是一种独立 再来一种 流亡政权就地合法 透过选举政党不断的轮替 绿营执政二三十年 台湾就可以独立了 有没有可能 一旦三二三十年 要就是一旦不变航空母舰 体制的问题 今天在我们赌场是体制的问题 我们都从体制来打破 在这里努力 加油 唱歌 没效 独立的前提 我们现在知道自己是什么人 我要从我家独立 才叫独立吧 前提就是从一个国家独立而出 举实力 我是一个学生 我在开我家去外面设置 做房子 这千元都在外面 我敢独立啊 我是独立的吗 没有吧 这千元的资源都还是来自于我的 爸妈嘛 所以 我不是独立 可是等我毕业 找到外面找到工作 我有薪水 这千元自己来 我独立了吧 独立了吧 从哪里独立 从我的原生家庭独立 你独立就是要从一个国家独立出来 问台独人士 你要从哪里独立出来 昨天有新闻了 台独人士找到他的母国了 独立就是处于一个国 现在状态是属于一个国家的状态 属于一个国家的一部分 从母国独立而出 加拿大的魁北克 大不列颠的这个苏格兰 乌克兰的克里米亚 这个是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 都是一个国家的一部分 他们吵着要独立 所以独立公投 从那个国家独立出来 这个叫做独立 这才是独立 第二种的独立是那种 二次战后产生的 那时候多处的地方是殖民地 属于一个国家的殖民地 从宗祖国独立而出 印度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 从大英帝国独立而出 可是他们现在又并回大英国血 他是大英国血的成员之一 所以就是这 这个就是独立的状况 你从魁北克可以找到母国宗祖国加拿大 克里米亚可以往回找乌克兰 苏格兰往回找 加泰罗尼亚往回找 印度往回找 台湾找到哪里 台湾想独立的人他往回找 找到什么东西 他到底要从哪里独立 台独的人根本就不清楚 都不知道什么东西 但是他现在有在看我们的live 人看哪里 渐渐了解这个问题 所以有人说 他找到母国 就是殖民台湾的日本 所以他们说 日本应该支持台湾建国 又看到了 你如果宗祖国是日本台湾 你现在的现状是什么 你国家的现状是什么 台湾是一个国家吗 台湾现在是日本的一省吗 台湾自己找不到自己的定位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踏出去 这个问题就来了 台湾是国家吗 有护照 我们台湾有护照 以为写个台湾就是有台湾护照 以为画一个台湾地图就是有台湾的 这就是全部都是中国 台湾如果是一个国家 为什么会有这个新闻 美国说 反对台湾公投入联合国 原因是因为 一个中国政策的一贯 美国不支持台湾加入需要国家地位的国际组织 包含联合国 一个中国政策一贯 什么意思 美国很清楚 一个中国就是中华的民共和国 台湾一直说自己是中华民国 你又要加上联合国 就是你要变成两种 所以这段学院的学生 他去美国开起来 要求美国放弃一中政策 美国也放弃一中政策 不支持台湾加入需要国家地位的国际组织 就是台湾没有国家地位 无论是流亡政府或是台湾本身 他没有一个国家地位的资格 可以加入联合国 所以没有人你改什么名字都同样 改符合谋杀 还是我们自己冲出一个名字 平埔共和国高沙共和国都好 也是不可以加入 台湾如果不是一个国家 也不是什么东西 我们到底是什么东西 哇69年了 我们连自己是不是国家地位都没有签策 那问下去 什么 不知道 因为我们把洗脑和洗脑很贴重 还有5人 5来的贱款是我们的政府 动作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生活 一人 迷迷糊糊的 在这边出生 在这边过生 来这一招不知道要干嘛 对不对 台湾是殖民地吗 是 那我们就要问 谁的殖民地 台湾如果是殖民地 我们就可以公投了 因为二战之后 联合国人权 那个宪章里面有讲到 那个当地的人民 可以依照自己的自觉 举行独立 如果我们是殖民地 我们就可以公投 台湾到底要从哪里独立出来 台湾的祖国是哪一国 日本 有人说北国 我的心向祖国 卫卫的大中华 有人这样说 祖国 祖国的定义是什么 定义 什么叫做祖国 很简单 没想到 就这样 阿祖国 你以为我 阿祖国 你以为我 是大人的国 你说太祖国 太祖国 什么清光续 我也知道 那是什么东西 我们现在在说 那个国 有制度的 不是黑白来的 是现代化的国家 你如果说要阿祖国 我才知道 我的十八代祖以前 是什么国 你根本就不知道 那没什么定义 我们今天要定义 就是这个 你办新闻前的时候 有请这张 是什么国家 会把一个国家的人民 建立佛籍资料 管理 规范 调查 这个国家 这个是什么国家 台日本在说 那个时候 台日本在说 这就是我们的祖国 1988年 我就写动画 叫做龙猫 里面 我孩子现在很爱看 每天都这样 一直看 看不见 龙猫里面 有很多的画面 会带大家回到祖国 我给大家看 这个人穿什么衣 这都是 这个 和服 你们有人穿过 不行 真的不行 你告诉我 等一下我问你 就不能去手 来 这个孩子穿什么衣 和服 有人穿过 你怎么有嘛 你刚才不是说什么 这个我本人 我常务民政府回家 我来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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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 从日本教育 说日本话 我们常有 感想的 这是 那个座bear 到了 為什麼要吻到 為什麼要吻啥 因為我們過去的文明 我們出門的衣服就是要拼 要聽 那是一種禮儀 社會的禮儀 所以大家都要有這個東西 現在 先檢查官 我們說帥 哭 過去我們的文明已經 建立到我們出去 我阿公阿嬤 我阿公九十四歲他們結婚的商品 就是穿世衷 那時候穿世衷 就是穿那種白衣 我們那時候 文明已經是這樣 我們已經很死化 到中國來又撩回來 退化 有看到這個嗎 這龍貓裡面 我們過去 我們整個地方都有這種 水牙 有用過嗎 這文明 我們不看這個 我們不是說一個湯 灯下去 搖搖搖搖搖搖搖 不是 我們是這種日子的 就起來 這現在又有了 這現在又有了 這 這腳叫什麼 湯匙 有看過湯匙嗎 都很重對不對 什麼查做的 他們都去哪裡 沒得贏台灣 沒得贏台灣 有看這個湯匙 照一個圈子有沒有 有看過這個嗎 都有印象對不對 為什麼這個圓片裡面 這些東西都 都讓我們有那麼有印象 那麼有感覺 這就是過去 你看我們只有一個湯匙 它設計得很精緻 有沒有 還有啟花 這祖國呢 在我們沒有空 過去有掛搖搖搖搖嗎 有掛搖搖搖搖搖 好 來 過去睡這個嘛 對不對 湯匙好像說 那個頭對湯匙問不好 對便所問不好 對什麼問不好 沒有啦 中國來 風水 什麼 問湯匙對不好 對角落衝 什麼角環衝 什麼 就是都這個 吃飯 睡 開工 都在這裡 那 經濟不太好 睡房子 床 對不對 這種叫空床 就是這樣 家庭有沒有 家庭在搖 枕頭 冬人 你先把沙口放在這裡 早上起來 在米酒皮裡面換衣 會冷 家庭嘛 以前有這個人 你知道嗎 打票的 這也是公務人員 以前一台肉食 兩個公務人員 吃醬嘛 以前小孩瘋了 整個頭出來找對不對 現在小孩瘋了 報警又找不到 台灣的風氣怎麼變成這樣 以前說 我阿嬤說 如果去逃脫 警察要抓到 民進府說 接種後要恢復邊省 我有問我阿嬤說 以前如果逃脫 警察抓到怎麼處理 大吉米拍出所 用大吉的茶 講到不會怕 腳給你回去 腳給你回去 那就是變形嘛 叫做滾形 過去就是這樣 這就是什麼車 來 腳下車 空冰車就是中國首相 空冰嘛 喔那個煎條捏 煎條捏 宜蘭幫那個什麼燈 天燈啦 空冰燈啊 什麼人去看空冰做這台車 傳說啦 中國傳說故事 Cut end三國志 神奇小說Cut end西遊記 有沒有 年輕人也要生遊戲的也知道嗎 三國志永遠不死啦 對不對 比較算就是那個嘛 沒辦法 這台車有看過嗎 有坐過嗎 是大人坐在後面 有沒有 腳後天去碰到有沒有 有碰到槍壓手 怎麼碰過 有沒有 不是啦 就是說我都 你騎 小孩坐在後面 腳去碰到啦 有碰到嗎 有碰到嗎 以前都這樣騎車有沒有 對不對 因為以前沒有小孩的車嘛 都這樣 我也是騎這個啊 我如果說就是這張車 他那個比較好 他還可以讓 裡面的車心 車心還會變熟 他那個比較好 以前是這樣騎車的 因為你坐 小孩坐不到 我看著這個 我想到說 我以前是這樣 過去這屏東車頭 這屏東車頭 去這樣有漂亮嗎 像別宗 你看現在中華民國來 所有的漂亮的都聽到 都大替廠 四四角角有沒有 沒有什麼設計感 見到的 學見到的就知道 現在中華民國所建的廠 都叫做量體模 就是Polyron 那間廠 不知道什麼叫設計 你注意看 在那個時代 就已經有腳踏車了 中華民國的公共建設當時 設腳踏車踏車 1999年 台北淡水線捷運 開通的時候 你看差多少 文明差幾劫 這樣看就可以了 有可憐 這叫做阿祖的國 過去一個公營 營光的時代 因為離出台前 前輸於 沒辦法前輩 失敗 但是我們要生人失敗 不對就生人不對 失敗就生人失敗 不要說中國人來獎領 我們的時候 我沒有要生人失敗 我要去餵他們 我生人 我是中國人 不是日本人 我去餵他 吃白娃娃娃 吃母娃娃 中國人來 他是台地獎領 美國來獎領 所以主人都落在他 所以我去餵他 做他的軍公公公 這樣我就可以吃好 請好 我們要生人失敗 日治啊日據 日治嘛 日治就是日本治理啦 過去我們的祖國 就是君主自宪的國家啦 我們阿公那個時代啦 他們要好中天皇 他們戰爭是好中天皇的耶 我們說我們是新民 是因為我們的 天皇要尊敬 有一個天皇要尊敬 有神 教君 不是神啦 成名啦 有君主才有成名 有父才有子 對應關係 君主制的國家 我簡單 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家有看過嗎 這家就是 你把它弄成是整個國家機器 這家叫無理鐵金鋼 整個國家機器 整個國家機器 另外有一隻指揮庭嘛 對不對 他要倒下去 就整隻國家機器 做靈活運用了嘛 國家機器的指揮庭 就是政府啦 政府裡面有一個人 就是君主啦 君主操縱著政府 讓政府可以控制國家機器 所以 人民就是卡丘嘛 國家機器啊 這隻保健就是憲法啦 我用類比法 跟大家解釋這個君主制憲 比較快速啦 但不能完全等同 這個時間點下關條約 台灣就屬於日本治理 因為有這個條約 所以台灣才割給日本啊 他們千國 台青 跟台日本 少爬 跟我們什麼地帶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是 大清帝國的拓殖地 殖民地 所以戰敗之後是可以割讓的 那國土是不能割讓的 但是如果是用買賣的方式 就可以割讓 但如果是戰爭的緣故 國土是不能割讓的 只有殖民地才能割讓 換言之 你看條約裡面講的是大清皇帝 大清帝國大皇帝陛下 大日本帝國大皇帝陛下 有沒有寫誰 有沒有寫大清皇帝什麼皇帝 沒有嘛 大日本皇帝 為什麼 國家法人啊 皇帝是國家法人 委派授權他政府旗下的官員 彼此對簽條約 對簽嗎 他們授權 他們被授權 他們的權力可以大過皇帝嗎 可以嗎 可不可以 他們被授權 他的權力可以大過皇帝嗎 不可以吧 不可以吧 他是有部分的權利而已吧 如果大過皇帝的話 他就當皇帝了 所以他對簽的時候 把台灣割讓出去 戰爭法 因為他接收了台灣 他接收只有西半部啊 因為高砂族 我們說 換在這個 中央山脈 這些本土台灣人 我們是平埔族 西半部叫平埔族 平地的平埔族 高砂族 擅於戰爭啊 打獵啊 他只是把 日本人當動物來打獵而已 然後呢 一定有衝突了嘛 因為搶奪資源啊 征服啊 稍微才會產生這種 類似這種事件 才會產生類似這種事件 但是賽德克巴萊 不是完全的事實 不可以跟當作人家的歷史在看 他在講一些故事 表達一些東西 30年 還有戰爭 37年黃明化 人民有沒有 剛剛國家機器不是有一個人民 一個國家有一個人民的要素啊 這個時候他必須要被滿足啊 殖民地上要有你的國民 你的臣民 那怎麼讓這一群被殖民的人認同你 黃明化是一個法治過程啊 就教育他學你的語言 教育他學你的習慣 穿你的衣服 飲食習慣 都 這個黃明化 不是用槍桿字 壓著所有的本土台灣人 都全部要給我黃明化 不是這樣子喔 它是開放式的喔 所以黃明化過程當中 不是全部的人都被黃明化了喔 因為獲得高砂族的認同 所以 義勇兵啊 高砂的義勇兵 在這1942年到1943年 7次 這種算是 慕兵制的 慕兵制的 那到1945年 你看這個 43年 45年 這個時候 招書下下來 招書這個 國語我看不懂 這個國語我看不懂 我看支那爾文來 這個時候 正 正 他說 深感性慰 特別賦予朝鮮和台灣住民 加入帝國議會 議員的行列 參與國政 一個殖民地的人民 經過招書之後 可以參與那個國家的 國會成為議員 表示什麼意思 表示什麼 他已經不是殖民地的人民了啦 他是那一個國家的國民 那個國家的成民了 跟本土國的人民的權利一樣了啦 一樣了啦 所以才有這個東西啦 下了招書 實施憲法 本土台灣 在1945年那時候 在地的法律就是這些東西 我們那時候所有的人 包括這些土地都已經 合併著日本的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所以可以參政 我們是成民參戰 千萬記得 頭腦裡面沒有天皇 就不會有成民 天皇是我們要尊敬的對象 所以才會有去參拜 靖國神社的這個隊伍出去 因為靖國神社裡面有 三萬多名的台灣人 的英靈供奉在那邊 靖國神社是在追悼追思這一群人 為我們國家流血流汗犧牲生命 沒有來民政府之前 大家知道這種事情嗎 那是我們的死大人 放在那邊那麼久 都沒有回去看他 就情感上來說 我們被切割了69年 然後還騙我們下一代說 你是中國人 我們都是炎黃子孫 把我們的思想 我們的情感 我們真正的歷史 接到他們那邊去 這樣有扭曲嗎 台灣不需要獨立 只需要遵守國際法 回歸正常化的國家 公投獨立我們再來思考一下 歐盟說克里米亞公投不合法 你覺得很奇怪 台灣要公投 美國也說不合法 不可以不準 克里米亞要公投 歐盟也說不合法 歐洲都是民主國家 怎麼都不合法 他今年公投 投票率超過八成 我們看他人口比例 烏克蘭占了24% 烏克蘭裔的人 烏克蘭這個國家 在克里米亞這個省 烏克蘭裔占了24% 俄羅斯裔占了58% 達旦裔占了12% 這是克里米亞的公投 要脫離烏克蘭 來 我們套一下台灣 套進來 中國人 台灣的中國人24% 台灣人自己頭腦裡面 裝著中國的這一票人 58% 本土台灣人想要 就是在座的各位 想要 國際正常化的12% 這一票人去公投 什麼人贏 知道問題很嚴重 我們說下去很嚴重 97%的選民支持克里米亞 從烏克蘭獨立 並加入俄羅斯 有怪怪嗎 97%的選民 就是這97% 這本土台灣人 3% 流下來 9% 招票 招到這裡 97%的選民支持克里米亞 從烏克蘭獨立 加入俄羅斯 他這種公投是什麼 是獨立公投還是統一公投 到底是獨立公投還是統一公投 克里米亞獨立之後的下一站是什麼 統一嘛 對不對 因為97%的人支持烏克里米亞 從烏克蘭獨立 並加入俄羅斯 因為這個人很多 他們想要回歸祖國 這個人也很多 這加起來很多 與俄羅斯同一 誰再支持克里米亞獨立 俄羅斯人 俄羅斯 因為他還有軍隊在那邊壓迫他們 所以這也是 導致他公投不合法的因素之一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重點 想要統一台灣 如果統不成就支持他獨立 這個就是獨立 最早期的獨立 台灣民主國 大清支持的台灣民主國 這個台灣民主國獨立 還要成熟 進貢大清國 這些人都中國人 他們都支持台灣獨立 上網查 Google找毛澤東 三個字 空一格台獨 大概就會找到這些文章 你就上網就找到這些文章 誰在支持台獨 就是這樣子 重點是這個 背後有太多的勢力 我們搞不清楚 台灣人笨笨的被牽著鼻子帶著走 台灣獨立 建國 我們有一個國家可以回去 我們在獨立什麼 從哪裡獨立出來 台獨的下一站 是什麼 台獨如果台灣獨立的公投成立的話 在成立的那個瞬間 就有一件事情成立了 就是同意 為什麼 台灣獨立公投 無論投得過或投不過 都表示你預設了一個前提 你是中國的一部分 所以我們才要從中國獨立而出 不然我們要從哪裡獨立而出 台灣獨立公投的前提是這樣 克里米亞獨立公投就是 他的前提就是 他要從烏克蘭這個祖國 這個母國獨立而出 蘇格蘭他要從大英國 大英國寫大不列甸王國 從這個地方獨立而出 所以蘇格蘭辦的公投就是獨立公投 他不是辦統一公投 因為沒有一個 因為他不是分割的那種政治實體 所以他公投不需要辦 叫做統一公投 所以台灣的獨立公投 可能會產生統獨公投的選項 可能會產生統獨公投的選項 台灣人不想要獨立 不想要統一 想要獨立 可是當獨立的選票上面寫說 你支持台灣加入統一或者是獨立 這個一成立的時候 我們就是表示 向全世界表達 我們是中國的一部分 我們要獨立出來 所以可以問台獨人士 獨立要從哪裡獨立出來 這個問題就是在這裡 對資訊麻痹 台灣人對資訊麻痹的 看到新聞都看不懂 我們看一下案例3 去外頭排一排站 準備辦美簽 但有民眾投訴 金門人要去美國念書 簽證上的國籍 竟然要改成大陸 開納才行 很多金門人啊 去申請美簽 要求被關上中國 我們覺得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美國在台協會 不能因為金門是福建省金門 就把金門當作是中國大陸 有民眾認為不合理 因為手上拿的 明明就是台灣護照 天寫申請表示 卻要更改國籍 美國在台協會也指出 因為電腦系統分類 金門馬祖屬於福建省 民眾拜美簽時 國籍財會歸類China 好久以來有幾個事 因為金門就是在福建省 所以好像每年 就繼續有這個問題 一直以來都有的問題 詢問外交部也只說要再研究 只是金門馬祖人 本來想單純辦個簽證 最後卻還要為了國籍傷腦筋 打股不可思議 這新聞看我嗎 已經不能因為金門屬於福建省 所以把他的國籍歸類為中國 那個議員說的嘛 不然要歸為哪一國 請問要歸為哪一國 金門就是中國的領土 他領土出來的人 不歸為中國 不歸為哪一國 要替的人是很好勵 不好意思他把記者吐槽 但是上新聞 記者不敢再濾下去了 因為濾下去 台灣的金雄就補出來 台灣人向上濾下去 原來我不是中國民國人 這隻他拒下去 你看他拒下去到外交部 外交部說 這個問題我們還要再研究 他來研究69年 他都還在研究 研究不出來 因為像這次的那種油的問題 一直拒下去 24點鐘一直練 練下去台灣人就濾了 所以新聞你看得到 你不一定看得到 這是很嚴重的問題 台灣人都被蓋住的 眼睛都被蓋住的 在想 中華民國的軍隊在裁撤 你知道嗎 整個中華軍 民國在撤退了 你知道嗎 來我們看一下Google Google的網頁 中華民國在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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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消息沒有告訴大家 可是你網路絕對找得到 一種很奇怪的現象 输入行政院 控一格 废止 注意看 内政部组织条例废止 国军退出一官兵 废止 往下拉 卫生署废止 劳工委员会组织条例 废止 有没有 新闻局组织条例废止 注意看 这个时间点都会在 101到103 103是什么意思 今年 都是年车 都一直在废止 废止人事行政局组织条例 一个国家要永久经营 怎么会有这种废止条例 而且都在 103年的今年 年初的时候 产生出来的 大家不觉得很奇怪吗 一票人不知道 一票人看不懂 一票人看完之后 那只是一个行政流程 继续自我麻痹 没关系 这个都是啊 好 这个关掉 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军队在猜测 可是还是一堆新兵去当兵啊 他在当什么兵啊 这头兵 四个月 财军了 金门要财军 权势学 说的话的漂亮又来了 财军就是因为我们要发展观光 重经济要赚钱 对不对 所以不能驻军啊 你驻军那些人没人要去买 我请问大家 关岛有驻军 美国的军 有 有 有人因为驻军 没有人去那里去买 没有嘛 美国消费游有驻军 也有驻军啊 观光地跟驻军没有冲突啊 财册 财册 阿帕区 财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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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觉得很奇怪吗 我公司菜园 我在街址扩厂 买味 不觉得很奇怪的现象吗 台湾人对这都没邀没筋 麻痹麻痹 都看黄色小鸭 都吃冰淇淋 吃到现在出问题了 美食王国 没粉油的不香 帝宿告 今天全部的新闻都在插这个 后面在晚上有什么事情 这些东西你们根本就没看到了 如果今天有网路 网路世界 不然真的我们都不知道 什么人在买阿帕区 中国 阿帕区是现在最高级 一级的直升机 中国人买去 美国最高级的廟 你去看看 想看看 什么人负账 烂 烂 我们都疯疯了 钱都六条 抽他都不知道 店面不是有一个 阿帕区刷来的吗 我还处于2300万 六条一百块 四十二十万 那买给什么人 美国要回到台湾 美国要回到台湾 母亲要回到台湾 他回到台湾 他回到台湾 还有几趟帕 看不看 什么人买 买给什么人 我们还在传政策 我们传牌 阿宏执民到今天 我们还在复战正在 我们的外国这么辛苦 是因为这个外国 我没看到 眼不见为平 大家说我没有看到 美国我没有看到 美国站而已 这里有一个拖子 你有看到 有 有一个拖子 你有看到 这里 看到 不跟你说你就没看到 跟你说你就看到 我们台湾人就是这样 美国在这里 肚子在这里 在哪里就看不见了 这样一个猫头应该看到 不说你不知道 这一支枪 你从旁边的角度看起来 看这支枪 看不对表示不存在 看不到不表示不存在 民进府说日暑美战 我们要美国占领 大家有相信 大家有相信 不相信 我想我们回去的时候 在看新闻 看一些政论节目 如果说到美国 日本 中国 菲律宾 战争 还是说到军事 说到这些东西 你就要注意看 在说什么 因为有时候 后面有一些事情 在记一些事情 我们去想 我们觉得很含 但是有时候那些是属性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现状 台湾的现状 我们看一下案例是 这来牵涉到美军 在2006年的时候 其实美军 他们内部也是 这个后勤管理体系 也是有一些问题 结果他们错把 四枚 这个叫做义勇兵 洲际弹道飞弹的弹头 其实义勇兵是可以装核弹头的 的弹头它叫锥体 就是飞弹的最前面那个弹头 不知道为什么送到台湾来 但是我们那时候本来 我们那时候本来 是跟他们采购的是直升机的装备 那也不打紧 你送错了就送来 送来之后放在台南的这个 这个行情处 一个基地里头 库房摆进去 摆了多久 一年多没有人发现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发现送错了 没有人发现送错了 我们有弹头 对对对 我们有核弹头的锥体 放了一年多 放了一年多 一直到这个2008年的3月 美军自己内部清查他们的库房 少了四个弹头 结果他也不是说通知我们国军 我们国军的那个 这个库房的管理 那些阿兵哥也搞不清楚 反正这什么东西 他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弹头之类 也没有上报国防部 所以就摆在那边 摆了一年多 结果美军在2008年的3月 台湾总统大选后的某一天 三军半夜 派了一架军机 降到台中清泉钢机场 半夜 没有人知道 那这个事情 最扯的地方还在哪里 美军的军包机降落在台湾的机场 国防部是不是应该知道 当然应该知道 没有通报 也没有通报 我们基地的这个 连队长也没有通报 雷达什么都没看到 那我们军都在中心 你听我讲完 你听我讲完 所以这个 有去蹊跷的地方 就是在这里 结果这个事情 就是后来 AIT的官员 在透过军中的所谓 连二系统 情报系统 因为跟他们很熟 就跟他们说 有你们库房里面有四个东西 是运错的 那可不可以让我们再回去 就派了这个 上面是挂这个外置 这个外置的这个车子 就秘密开到台南的基地里头 然后就把这四枚弹头 偷偷运到台中的清泉钢基地 然后就飞机就飞走了 一直到隔天早上 AIT的这个代表才跟 当时的部长就是前一位文人部长 叫蔡明露面 才口头跟他报告说 欸我们昨天晚上把这四枚弹头 再走了 但是现在已经在太平洋了 他才发现 居然有这样的事情 这种新闻你就要注意了 我们来分析这个新闻 弹头才会没来没来 拿到台湾 拿到日本 或是放在香港 才可以放在台湾 第二 第二 他是怎样可以来清泉钢的机场 还有人不知道 飞机降机场一定要跟塔台联络 他怎么知道 你说晚上 晚上你怎么看得到 怎么知道跑道上有没有障碍物 下去飞机会撞到障碍物 会爆炸 或是会坠机 他不可能直接就这样降来 一定有联系 联系却没有爆上国防部 这不是很奇怪的地方吗 然后说他美军清查库房的时候少了 不是少了 他都没有说一个时间点 总统大选前 总统大选后 他总统大选后 他总统大选都跟美国都会很关心 怕改变现状 所以每次 中华民国的总统 如果选择都说六字真元 不同 不独 不 不同是什么 你要跟谁统一 你是现在人的帝 你要跟谁统一 不独 你要跟谁统一 不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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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 出力表演给大家看 开既得箭出去 枪头拿下来 水水 不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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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演就回来 大家说 你看我们既得箭 多用 刚才多用 一台既得箭 打败全非力宾的所有海军 可以让大家看 人不是什么样 那个不独一 的老闆 放在手 外头里面 假不意说 靠手靠 就还顺出来 游戏 就还顺着 都演给大家看 警察人员也是在演 全体都演给大家看 这 怎样 怎样 他可以 开外置的车道 台南机场 再来载造 已经在太平洋了 国防部长还不知道 我们再来看四之一 福将军请问你 这个新闻里面还有一条是说 台湾这边的军营 美军和台军之间的联系 如果U2是进入了台湾的飞行情报区的话 是不是照例要通知台湾方面 怎样通知 我很坦白地讲 我过去接触过这种问题 我也跟美华纳当面 跟他们提出严正的抗议 为什么每次美军的飞机 飞过我们这个 防空饰备区附近的时候 我们的飞行员 用这个机频道 跟他们对话 他是都完全不理 后来这个我们国军 台湾的国军 有了这个F16之后 我们也跟美华环印 台湾的这个 空中的这个 战机的这个性能也提升了 这样呢 你们这样不回答 不理 这是相当危险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次报道讲说美华会智会 美国国务院 就是美国的国家政策 他是坚决 坚持一个原则 就是美军所有的行动 绝对不会事先 告知任何其他的一个国家 包含他们血浓溢水的 这个最亲密的这个门帮 英国的军队 他们都不会做做这样的行动 这里面的玄机很多 不管玄机多多 这一个事情 防空饰备区 美军进来 这就是他占领台 他要跟你说什么 他跟你讨论什么 他是不是这么说的 英国的那个军队 他是老大 这个台湾的军人说 我买F16了 跟谁买 美国买了 我武力有提升啊 你都没人 很危险 我们会擦枪走火 上头都说好了 上头都说好了 美军随时可以进来 外国人出去 上次 那个巴巴水灾 有没有 没有一个直升机 降到屏洞 外面的一直炒 那就是美国的军机 美国军机来台湾 接不来台湾 那是由美国本土直接 背起来 在附近的 美国的基地 就補促好了 所以美国 要回来台湾 要回来 亚太 都一直在提升 在部署 補促 这些军力 所以我们一定看得到 没有 几分钟 我们来看一个 更重要的 不能每天洗脑 不能每天洗脑 九合一就是选这个 今年 知道吗 我们过去 算一票 倒一票 6块 都拿30块 知道吗 不知道 知道吗 知道吗 知道那些金骨在哪里 听人家说的 来 金骨我找到大家 金骨就是这个 公职人员选霸法第43条 记下来 就回去找 公职人员选霸法 第43条来在写的 政党票每年每票 补贴新台币50元 所以你选 选票 以前还不知道有政党票 还有政党票 都投1票 你投2票 你要付1票 1票 1票 他们超过5% 超过5% 就可以补贴竞选费用 1票 50元 你如果选立委 选总统都同样 1票 30元 你选总统 4年1票 4年1票 政党票50元 每年每票 50乘以4 200 你总统 你总统一票 30块 230块 选一次总统 由投票人数乘以230块 乘以30块 乘以30块 再加上50乘以票数 然后乘以4年 这就是我们 这就是我们 我们被拿走的 的钱 我用过去5票 选票 1亿2千万 只有市场而已 9和1 都给他加加下 看我们便班 一次的选计 我们的钱 就拿多少出去 但是台湾不知道 我们在政治颜角里面 一直在投票 一直在选计 啊 你不能参加 参加 参加 流亡政府的 参加 因为你所导的 都是在支持他 不论你選什么 都同样 今天这个平台 这个平台 就是这个制度 越多人抗議 越多人支持 站在这块平台 在里面 选计 投票 就是 这个人的 站在 等你们 各村 离开这个制度 这叫做体制来 你离开 来到体制我 的民间府 他就选了 不能参加 選计是这样 所以 这就是这样 选钱神胜的一票 那让我们一起选择 选后从你口袋拿钞票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们都一直在带这个来 在抗争 这 議題拿出来 福报 学生抗议 媒体炒作 有行 出来了 政治节套 选拨 选拨 对不对 选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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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又来了 新的议题 食安问题 媒体炒作 没有多久 你会看抗亿 有行 再来 这叫做政治联遇 不要再来 不要再外地政治练遇 里面 跟你们亲人和朋友说 乖 快趁上来 不要在体制来 流氓贡团 肥胃的体制来 行我 要 趁上来 这是今天民政府 很重要的任务 善清大家 人民的国政 今天我应该到这里 谢谢